美国每周对话网11月27日发表《狐猎塔·佩尔·卡斯特》的一篇题为《中国重申在南极的战略利益》的文章 文中提到 11月15日阿根廷和智利海军开始第二十二次南极联合巡逻 旨在保障海上安全 确保相关海域生态系统保护 南极半岛海域是个具有地缘战略性地位的区域 智利防长说 随着气候变化 该地区的科学发展潜力巨大 阿根廷特雷斯·德菲布雷罗国立大学亚太印度研究中心协调员赛萨兰说 保护这块区域免受商业开发 对中国的科学战略利益和南极地位也很重要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报告 中国的南极雄心称 北京一直寻求在昆仑站设立保护区或南极特别管理区 以保护该地区的环境丰富性 若设立特别管理区 中国或将控制该区域 那里被视为世界上进行太空研究的最佳地点 该计划是中国誓言取得国际治理的一部分 中国已派出雪龙后再次进行南极科考 旨在推进2022年前建成其第五个南极战的计划 塞萨兰说 中国耐心地等待南极条约2048年修订后 重新定义国际规则 北京可能会有更多力量影响其他参与者 尤其是南美人 不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湖安贝里哥教授说 北京通过提供资金使别国更愿意接受提议项目或变化 中方已开始与智力商谈 利用阿里纳斯小岗进行其在南极实验室的人员材料运输 据报道 中国海啸阿根廷表示 有意在火地道修建南极物流保障站 专家认为 对中国而言 除了地缘战略方面 南极是进入一片充满经济机遇的海洋的路口 中国雄心勃勃地在南极和北极拓展 不断增加军事和科学力量 如今 中国是南极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重要性 今后会有增无减